随着入境游回暖 湖南张家界再次成为韩国游客热门旅游地 数据统计 2023年1月至8月 张家界接待的28.97万人次的入境游客中 有三分之一来自韩国 张家界市文旅广体局副局长田洪曼表示 张家界非常重视旅游发展 长期以来 张家界与其在韩国的友好城市河东郡 都有互派文旅公职人员交流的传统 这无疑加深了双方的印象 和了解程度 这个也是有个历史言源 实际上就是说在2019年以前 我们一直韩国市场就做得比较好 是我们入境市场的一支独秀 在2019年的时候 第八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建文 也当了我们张家界 而且还给我们提了词 说是地球上的最高学籍嘛 田洪曼说 为重塑旅游市场信心 2023年 张家界特意富含 进行了旅游形象推广宣传 目前张家界开通的九条国际航线中 有五条是通往韩国各地 飞行时长均在三小时左右 韩国游客落地张家界后 主要服务场所和各大景区 都有相应的韩语标识 不少还提供韩语服务 甚至能直接使用韩币 为了满足这个韩国游客服务的需要 我们推出了韩语的这个讲解员证 我们也开了很多韩式的这种烧烤店 最多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是朝鲜族的 包括韩国那边过来的 在我们张家界职业 为这个韩国市场服务的 有3000多直接从事的人员 与此同时 联系密切的张家界旅行商和韩国旅行商 也助推着张家界游在韩国不断升温 从韩国旅行商发回的反馈显示 在韩国登山几乎是一项国民运动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登高与敬老又是紧密相连 于是张家界纯蓝蝶杖的世界独一地貌 成为崇尚孝道文化的韩国人 送父母出国游的首选地之一 他们在韩国这边市场推的就是 如果您孝顺 您就得送爸妈去张家界 这个神神的原因 还是我觉得这个孝道文化也是 就是我们还是文化有点同源呢 对有认同感 然后就是我们提出的打的主题 它都能产生他们的共情 你说这个孝文化 你要传到欧美那边 可能他就没那么认同 在天后曼看来 便捷的交通条件 与张家界定制化的贴心服务 在韩国游客中形成的良好口碑 加上中韩两国文化上的认同 以及张家界独特的旅游资源 是韩国游客热中游览张家界的主要原因